娘炮会不会误国,男子气概该如何定义,这个话题在美国也火了起来。 据微报报道,一个美国爸爸讲述了,自己五岁的儿子因为图着漂亮,都去加油去幼儿园而受到了欺负,这个话题引发了网友大讨论。 这位来自马塞珠塞州的爸爸,哥威亚在推特上发文,这是我的儿子,珊姆。 今天,她认识到了可恶的男子气概有多伤人,我感到非常犯怒,不好意思说些俗乳的话,我真的想谈谈这狗品性别准则。 哥威亚紧接近用20条推特描述了儿子的经历,珊姆其实是个钢铁直男,但是她也喜欢一些女孩用的东西,比如华丽的包包,红通通的指甲油,她认为很好看。 因此她图着指甲油去上学了,结果她在学校被欺负了,几乎所有孩子都让她抹掉指甲油。 她回家以后失声痛哭,我告诉她不需要因为别人的偏见而难过,明天图一个更闪亮的指甲油,让别人去献功吧。 这一系列推文每条都收获近十万个,累计转发量3.5万次,迅速登上推特美国区热搜吧。 Yes, trends! 许多男性网友刷出自己或儿子涂着指甲油的照片丽挺山木,希望他坚持做自己,不需要为了所谓的男子气概而妥协。 也有一些网友指出,长期以来的社会固有观念,让家庭和学校趋向于教育孩子,男女有别,行为举止,穿着打扮,都有约定数长的规矩。 男子气概究竟该如何定义? 精致的妆容会影响一个人的男子气概吗? 美国人有话要说,男子气概有害心理健康。 华盛顿邮报评论称,固有观念认为真正的男人,意味着生理上的强壮和心理上的沉着,不应该轻易表现出脆弱的一面。 研究表明,男子气概,往往会让男性压抑自我,可能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,男性也应该更加多样化地表达自我。 哈利波特,忠实演赫敏一脚的艾玛沃森曾在推特上写着,男人不该被男子气概等性别刻板印象所束缚。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,美国布朗大学从今年新学期开始一门新课叫做《忘掉有害的男子气概》,Unlearning Toxic Masculinity。 布朗大学该合成介绍中写道,社会对男子气概的传统定义,对男性的健康有害,可诚旨在引导男性卸掉不必要的男子气概包袱。 但是,美国的克萨斯州大学心理健康中心,对于男子气概有害,的观念斥之以态度,认为男子气概不应被全盘否定,而是因为重新定义,提出暴力倾向的部分。 美国商业杂志快公司报道,美国职业赶纳球大联盟,NFL用行动打破人们对男性行为方式的传统要求。 今年8月,NFL季前赛的赛场上,金尼斯、Napoleon、Genius作为男性啦啦队成员亮相,这是NFL乃至北美四大职业联盟历史上,首次出现男性啦啦队员。 此前,虽然不少球队拥有男性特技演员,但他们不被视为啦啦队成员。 其实NFL的啦啦队成员招募一直是对男性开放的,但是今年是第一次有男性报名参加面试,金尼斯本身是专业舞者,和所有女性一起经过程层选拔后进入队伍。 在此之前,人们的印象中,职业球队的啦啦队角色,一直有性感的女性担任。 如今,NFL史上首次迎来男性成员,她将与女性队员表演完全一致的舞姿,这不仅展现出职业联盟的包容性,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男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。 美妆再重新定义男子气感。 今年8月,BBC的Facebook账户,分享了一个YouTube美妆视频。 视频主人公是16岁的韩国花美男,她在视频中展示每天的化妆步骤。 这个视频收到了众多及其各博的评论。 拍美妆视频的男子,名叫金成焕,金成焕,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,自己从未想过化妆会让自己虐力虐气。 她说,这跟娘没关系,只与好看有关。 据CNN报道,虽然在北美大多数地方,男性化妆仍然是受到排斥的,但是美国人对男性美妆的接受度已经越来越高。 而这一转变主要受到一些男性美妆视频活客以及娱乐、明星的影响。 美国男歌手亚当·兰伯特,Adam Lambert,就经常会在舞台上贴上闪闪发亮的眼影,并且还多次拍摄美妆视频。 据华尔街日报,纽约美妆品牌Milk Makeup,调查显示,他们的本地客户中13%都是男性。 男性护肤品和化妆品市场只有很大潜力。 男人不一定要用皮革、毛钉、牛仔裤、粗朗的武装自己,粉底、唇膏、烟熏妆也是一种选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